坐在一起吃饭啊 快跟大娘说说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我二叔回家以后 看我们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 就带着我到南方干活 冬婚 西婚的这几年 也攒了点钱 后来呢 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兄弟 家里有祖传的酿酒秘方 我们就回来开了酒厂 卖纯粮食酒 都开酒厂了 梭子真是有出息了 那酒卖得咋样 炒得小 没名气 卖不动啊 所以我是想啊 找咱们全县有名的这些饭店 先给我摆在柜台里上 要是没人买呢 过几个月我再给它拉回去 要是有人买我再来收钱 当然肯定不白卖 我给饭店提成 摆在各大饭店里 这个办法好 可是我都来这儿好几次了 我这个姐姐呀 根本不听我把话说完 梭子 你放心 这事大娘说了算 回头大娘把你的酒都给摆上 谢谢大娘 还是您疼我呀 您跟我姐说 我真给提成 这个事情不提 你这不是刚起步吗 等你将来啊 赚了钱发了大财再说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好 好 好